第四百一十一集 谢谢 公司有没有搜索呢? 助理就问吧 你是否要搜索这些资料呢? 不用那么麻烦 我电脑里面就有了 你接着看就行了 你借电脑给我 谢谢 你有东西就做吧 我自己看看 助理应完之后就离开了 对电脑 只懂得聊天和发email和看电影 未必是动作电影的 叶谦最能力就是这样 但写程序开发软件 别玩了 不过 狼牙有一个很厉害的网络hector 电脑天才 叶谦就打电话给叶谦 简单的介绍一件事 就发一些资料过去 很快就叶谦就回电话了 嘿老板 你侮辱我智慧 对啊 这么简单都好意思叫我搞 等我一会儿 2时 很快就去搞定声给你 哇 听到叶谦几乎吐血 人家四海集团集体分战这么多的日与夜 结果Jack说很简单侮辱他自伤 一个令四海集团IT部 头痛不已的难题 Jack说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真是人比人比死人 不过无论怎样都好 这件事基本上叫做解决 既然Jack说到这样 叶谦当然信他搞得定 Jack不是那种下巴轻轻的人 他是说得出做得到 做不到就说自己做不到 说两个小时搞定交货 就不会over的 两个小时好快就过了 Jack果然把自己写好的程式发过来 叶谦是不明白 不知对还是错 不过Jack发得来 叶谦就想着肯定不会错 接着就用个硬线 copy好整个程式 就走到苏眉办公室 苏眉就服按电脑工作 很认真 但是又很累 苏总 要不要去吃点东西 苏眉他明显是没有发现 有人进来 下一刻 接着就挖着他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 以后进我个办公室 要先敲门嘛 是呀是 不用这么紧张 不如先吃饭吧 我请 不是 你先请 因为 你要好好的 慰劳一下我 那苏眉就打我了 慰劳你 哼 慰劳你什么呀 你开个hard disk看看就知道了 我说过支持你的 没有人可以从你手上抢走四海集团 苏眉都不知道叶谦到底是什么葫芦买什么药 他很困惑地看着他 拿着个移动硬盘 然后就装在自己的电脑上 苏眉他 带着问题的就打开了个hard disk 吓死他 他呃声地喊出来 叶谦 你是不是有空没事做啊 你不见到我现在已经很烦了吗 出去 你跟我出去呀 叶谦想不到苏眉会这么火滚 他心想 死人Jack玩了你一祸 那可能 Jack觉得叶谦这个问题真是侮辱他智商 因为打开文件夹 他设置了一个恐怖图像弹枪 所以 就吓到苏眉花容失色 就惊声尖叫了 啊 放松 放松 别这么紧张啊 你来看真点 这个世界上什么最有杀伤力呢 没错 奶就是笑容了 见到叶谦带着自信的微笑 苏眉就忍不住一些疑惑 越看越兴奋 苏眉他 紧疚的眉头都逐渐舒展 面上都浮起了一抹笑容 很快脆 苏眉他看了整个情色 带着怯意地看着叶谦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心情不太漂亮 所以就对着你发火 你不会生我的吧 哦 什么啊 不生我假的 你怎么都要补偿回我了 那你想怎么补偿啊 认识我 认识我一口 看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哇 这个请求 听到苏眉打个凸 看到叶谦竟然红了一面过来 他的身体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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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作刹心虚地看一看办公室门口 发现同事真的走了 想着疼过他 但是他真是害羞 原来这么大的女儿 他连手都没被男子拖过 更加不要说疼 看到苏眉她犹豫不决 叶谦就自己嘴上去 一下子就嘴对嘴 刚好办公室大门就被人推开 助理就整个吓了 然后就立刻说sorry sorry 出去关门 啊 sorry啊 sorry啊 我是不是有心的 苏眉了一声就变明了 弄开叶谦 我想我是自古以来 最大胆的奴隸 竟敢竟敢和女王打烤鱼 你也真好吃 苏眉她这样按我内线的电话 你离开一京 好快 Bets, 你自己做回来 但是很紧张 因為剛才她撞破了葉謙和蘇美的好事 當然是害怕的 不過蘇美沒怪她 可能由於葉謙剛剛幫她解決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心情也挺好 不覺得尷尬 你去通知他們今晚不用加班了 助理很驚訝 不用OT 那我們跟魔衣公司的合作怎麼辦 葉助理她已經搞定了 行了,你回去通知大家吧 就說跟魔衣集團的合作確定了下來 我請大家吃飯 這個助理很吃驚 葉謙她剛才用了她的電腦一會兒 竟然攻黑了公司這麼多IT都搞不定的難題 那真不可思議 她說葉謙真的由心底開始陰莊 看來葉謙不單只是一個花瓶 還是一個有用的花瓶 挖完之後助理就轉身離開房 看到助理走了 然後蘇美就很困惑 看著葉謙就問你到底是誰啊 你究竟是什麼人來的 葉謙呢就扮到很困惑的 我叫葉謙 我是保安來的嘛 本作品由紅達以太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脈007 米小蝦 梁柏喬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四百一十二集 蘇美擺明不信 於是就再追問了 你是不是覺得我是傻的 一個保安可以搞定我們公司 那麼多個中業人士 幾個月來都搞不定的難題 兩種可能 一就是你公司的IT都是來騙量出的 根本就是股 另一種就是他們特意不幫你搞定它 葉謙這麼說 就真的說到蘇美有點半信半疑 算了那你說一下 你想我怎樣感謝你 不過除了跟你 跟你Kiss之外 其他什麼都可以 那不用 你好像剛才那樣 咀嚼我一口就行了 是一口 不是一口 不是一口 阿扯 不是又是一樣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不說的話 我就當我沒說過 就這樣算了 不要不要不要 剛才想得了很久 你幫我鬆一下骨 蘇美就很困惑地看著葉謙 其實你可以要求解除我奴隸這個約定 如果你提出來的話 我肯定會答應你的 反正就別理我 我犯賤 鼻磨賤 也像自然 來幫我捏兩下 幫我捏兩下 雲仔很痛 蘇美就說 那你不要太後悔 那你坐在那邊 我幫你捏一下 葉謙也不知多得戚 牙文牙武就去到梳化座坐下 葉謙在她的身後 很細心地幫她鬆骨 而葉謙就好像老佛爺一樣 在雙眼裡享受 突然發出幾聲很猥瑣的 很舒服啊那些 弄到蘇美 真的又生氣 但又害羞 如果不是她的房間隔音效果好 外面的同事聽到 真的想其他事情 那晚上 蘇美當然是 拉上葉謙陪自己逛街 雖然沒有賣東西 只是真的逛街 但逛完之後 整個人都平靜了 葉謙很驚訝 都快出聲 正正陪她一起走 站在公園的蓮花池旁邊 蘇美就倚著欄杆 眼神有點落幕地看著 遠處就說 葉謙啊 你說呢 人的感情 是不是真的這麼脆弱呢 所以才會在金錢的面前 這麼不堪一擊 人的慾望是無憂子的 在慾望面前 所有東西都是不堪一擊的 其實我有時 真的很想將公司 就這樣給他們就算了 但是我又不甘心 我父母辛苦苦打拼下來的產業 就這樣就敗在他們的手上啊 其實我很小小的時候 我媽媽就已經過了身的了 甚至在我的記憶裡面 她的身影啊 都已經很模糊的了 而且自從前幾年 我爸爸又過了身之後 整個四海集團 就交到來我的手上了 其實有時候啊 我真的很累 很累啊 我甚至乎想拋棄這一切 不再去理這些事 找一個安安靜靜的地方 過我自己想過的生活 蘇眉就帶著醜漿了 可能 你是拋不開放不下吧 既然是這樣 不如一切除緣吧 人覺得累 是因為被太大壓力自己 負擔太重 既然這麼辛苦 不如算是落在其中 起碼你也有言自在 那蘇眉回頭就看著葉謙 那你呢 你的父母親人 親戚朋友 會不會都像我的親戚一樣 嗯 在我的記憶 根本就沒有父母 換句話說 其實我是個孤兒 一個人顛配流利 小時候好像過街老鼠一樣 去到哪裡都被人趕被人打 不覺得我家庭溫暖 後來 有一個收買爛東西的老人家 收養了我 我才感覺到 家的溫暖 和可惡 還有兄弟姐妹那種的情義 收養我那個老人家 一輩子都沒有結婚 收養了包括我在內 四個小孩哥 我爹叫他老爹 那時候生活很窮 日子過得很苦 但是我真的感受到家庭溫暖 不過有時候我也很想知道 到底我父母是誰呢 他們當初為什麼這麼狠心 吞吞我呢 是真的狠心嗎 特別不得已呢 那蘇薇就打個嘴了 她想不到葉謙的身世是這樣的 那至少你都好過我啊 起碼你還有家庭的溫暖 有兄弟姐妹 還有老爹 而我 可以說是什麼都沒有啊 姊姊姐姐 你以後 找到屬於你愛的另一半 到時就幸福了 她可以幫你 撐起你的事業 關心你 呵護你 蘇薇的褲劫少少 然後側上頭 很調皮的 看著葉謙 那 那個人會不會是你啊 呵呵 我是保安來的 不是啦 說我是鳳凰嵐 我只是問你而已 你回答我便可以了 嗯 這樣的 我就不是那些什麼好兒子 因為我有女朋友 還不止一個 個個都是好女孩子 吃到誰我都不想 唉 都不知我是多情 還是受歡迎 有時我都很想 蓋自己幾巴 蘇薇 很呆滯地回應了一聲 啊 哦 然後又看著前面的蓮花池 蓮花還沒開 還沒是時節 只有碧綠的荷葉飄在池塘水面 葉謙都沒有出聲 兩個人就是這樣 很安靜地站在那裡 想一下東西 氣氛突然間有點落幕 過了很久 葉謙就轉頭 看到蘇薇在打硬陣的身體 心裡邊忍不住 浮起了思憐 這個女孩子真是孤狂 既沒有安全感 也都沒有男人去呵護 本作品由紅達以太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脈007 米小蝦 梁柏橋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四百一十三集 夜風帶著良意 由月冰刀刺骨 葉謙除了自己的外套 披在蘇薇那裡 很溫柔地說 走了 放棄 蘇薇她看一看葉謙 說一聲多謝 然後過去拿車 先把葉謙送到她住的地方 她才開車走 還吩咐明早葉謙早點起來 陪她回公司 她不是真的當葉謙是奴隸 或者是員工 只是她內心覺得 有葉謙在身邊 有一種安全感 葉謙當然答應 經過這兩天 葉謙發現她無論如何都要幫蘇薇 至少不可以讓她的親戚 搶走四海集團 最好的辦法就是 首先先簽下摩爾集團的合作 然後就把那些分散在其他人手上的股份 全部收回來 交給蘇薇 回到家 葉謙她沒有急著睡 她是典型的夜貓 是這麼多年來養成的習慣 她每天休息四個小時就夠了 有人說過 睡得越少的人就越聰明 葉謙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在酒吧和紅姐聊了幾句話 葉謙才回自己房 沒有人今晚蘇薇說的事 勾起葉謙很多回憶 她在自己房裡 滾來滾去睡不著 反正在腦海當中 有兩個模糊的身影在她閃過 一男一女 每次當葉謙想看清她們什麼樣子 腦海的畫面就消失 當她再閉上眼 畫面又出現 葉謙仁仁仁覺得 模糊的身影應該跟自己有關係 會不會就是自己的親生父母呢 我葉謙都不太確信 那到底是自己想多了 還是怎樣 好了很快去 葉謙也是忍不住起來去廁所 洗洗臉 看著鏡子裡的自己 好像見到有個人對自己笑 笑得很慈祥 然後她拍拍臉 秉秉的頭 葉謙要將心中那份 紛亂的思緒壓制 然後才回到床睡下 但是那兩個身影 始終都是凝繞在她腦海 足足整個通宵都是這樣 睡不著 直到天蒙蒙光 葉謙才睡著 剛剛睡著沒多久 蘇眉打過來 說她已經到了樓下 她要快點下樓 驗一看 七點多 蘇眉不是九點才回到公司嗎 立刻起來擦牙洗臉 葉謙換衣服 看到葉謙對眼那麼浮腫 蘇眉都忍不住問 你幹什麼 你昨晚睡得不好啊 是啊 蘇眉都沒有糾纏 為什麼失眠 其實你如果太累的話 你今天不用陪我去公司 反正那個軟件已經開發了出來 那我想和摩爾集團的簽約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沒事 我陪你一起去 葉謙她一邊說一邊開車門坐上去 雖然說軟件已經成功開發 但是怎麼知道四海集團的股東 會不會在背後玩什麼陰謀 葉謙不跟上去 有點不放心 蘇眉她看一看葉謙 沒有再出聲 上車著車就去四海集團 去到四海集團都未到八點 公司的員工都未上班 蘇眉就叫葉謙在沙發裡休息一下 自己開始一會兒和摩爾集團會談的資料 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和專注的態度 葉謙打個凸 對蘇眉說一聲說 我出去出去 你忙啊 不妨礙你 沒多久 葉謙雞這樣走過來就說 來了來了 可以集團的人來了 蘇眉聽到打個凸 立刻在窗口看出去 看到曹洪樂帶著幾個人 上來公司 她就生氣 這次肯定也是曹洪樂在出狡惑 蘇眉就生氣了 哼 她這麼早就帶人過來 她什麼句心啊 她是想查獲簽約啊 你準備一下吧 我去接他們 很快去 電梯門就打開 自己見曹洪樂和曹如梁出來了 很恭敬地說 趙總裁 各位 請 請 然後就看到有個少女走出電梯 後面跟著一群人 看到這個少女那一時 葉謙雞打個凸 以前的種種送聰 在自己的腦海當中閃過 葉謙雞想不到 竟然可以在這裏撞到她 趙雅 半年沒見 趙雅竟然已經是摩爾集團的亞洲地區總裁 曹洪樂對著葉謙說 通知蘇總 我們在會議室等她 趙總 在這邊 趙雅都順著趙洪樂的目光看過來 看到葉謙那一時 她也打個凸 她很疑惑 不過很快出去又掩飾 她對曹洪樂點點頭 就去會議室 半年沒見 趙雅已經從當初那個 有少許清潔的女生 變成現在意氣風發的女CEO 更重要的就是 葉謙在趙雅身上 感受到一種冰冷得離任陌生的氣息 葉謙她想不到 然後小心想 還記得我留給她那封信嗎 她是不是還好像當初那樣 對自己保持著那份真摯的愛 然後她拍拍的頭 葉謙就把腦海當中的胡思亂想押進去 去到蘇眉辦安室 後者準備好了 然後葉謙就說 好了我們走吧 接著就去到會議室 葉謙在她身後 但就明顯身為助言 去到會議室 曹洪樂就主持會議了 小微 這位就是亞太區總裁趙雅小姐 趙總 這位就是我們四海集中的董事長 兼營運總經理 蘇眉很禮貌地跟趙雅點點頭 趙小姐 你好 嗯 你好 說下你們研發的成果 蘇眉打得 馬上叫葉謙幫忙分發資料 然後就在投影兒講解了 葉謙其實不太明白 再加上趙雅突然河頭 有點心不在焰 其實趙雅怎麼會不是 她都何嘗是這樣的 她想不到會撞到葉謙 無緣無故走來TW 身邊還多了一個這麼漂亮的女人 那就是令她感覺到葉謙是不是又在追求女人呢 心裡又在合作了 本作品由紅達以太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樂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肖默007 米小蝦 梁柏橋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當初葉謙雖然和其他女人曖昧不清 但畢竟都是趙雅式的 心裡沒有那麼抵抗 沒有那麼抵觸 但現在趙雅她竟然和一個素眉謀面 難免帶著一些敵意來看待她們 素眉就在會議室裡講解 不時都會將目光望望趙雅 就發現趙雅心不在焰 好像不關心這件事一樣 心裡就有一些 覺得覺得麻煩了 可能會將整件事想得太簡單了 而另外 蘇眉也看到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就開始猜到 原來是曹雄樂 從中作梗做了手腳 等趙雅過來 趙雅過來 趙雅過來只不過是過場來的 做個樣子 心裡其實早就決定 不和四開集團合作 來到這裡 蘇眉難免有點失了心 講解都沒有那麼用心 趙雅他們都心不在焰 但是和他來的那個人 擺明就感覺到蘇眉有點不妥 眉頭猛奏 操控浪和曹雲亮 就開始笑得很得緝了 這次這個項目不行 那他就有足夠的理由去攻擊整個性波障 譬如就是剝奪行政經理的位置 接著還要搞其他親戚股份到手 到時候他就是公司的最大股東 葉謙也都覺得在場個人的表情變化 他都很牛 接著乾脆一下 吸引了蘇眉的吸引力過來 然後他就對他單單眼 蘇眉意識到自己正確的行為 立刻和他大氣精神 無論合作還是否繼續 都要做好自己的內事 其他事情聽天由命 好啊 趙雅呢 都很明顯看到葉謙其實幫忙 心意更加轉良 也都希望他們可以殺緊了 趙雅當然明顯感覺到 葉謙暗中幫蘇眉 醋意就更濃了 心裡邊竟然有一種忍著忍著的感覺 開始失落 而曹雄樂呢 都有留意到趙雅表情 發現他一直都是很沉默 什麼都沒有問過 而且深不在言 他心裡邊當然開心 因為他感覺到趙雅肯定拒絕 他們跟他們合作的了 而很久之後 蘇眉總算是一種很尷尬的氣氛當中 結束自己的演講 很緊張地看著摩爾集團那幫人 好像等候宣判一樣 曹雄樂和曹玉良也都看過去 他都很緊張 不同的是 他們希望趙雅說過 不字 摩爾集團的其他人都看著趙雅 他不發表自己的意見 其他同事都不敢發表 儘管大家覺得 蘇眉正說是 表演得很好 軟件也都很符合 摩爾集團的要求 但是趙雅 畢竟先是摩爾集團亞洲區的CEO 所以怎樣都要聽他發表意見 葉謙也都看過去了 他好像感覺到趙雅心情是第一竹 他既然不是異生子 又不是真的好 淺吧 賺錢這麼多年 這個就很難理解了 但是 葉謙其實他也都看著趙雅 他也都感覺到趙雅心裡在合作 他也不是傻的 反正反而是一個感情很細理的人 自然可以感覺到 雖然他跟蘇眉是沒事的 但是這個時候 也都不至於要開口跟趙雅解釋 說你不要想啦 我跟蘇眉清白 那樣 不得在場合不合適 就連說的時機都不是那麼合適 趙雅終於在自己的分亂情緒當中醒過來 他看一看大家 眼光不經意地看一看葉謙 眼神裡面是有種期待 你們怎樣看呀 一個三十幾歲的同事就說 好啊 這個軟件比我們要求的還要好 我們也想不到四開一顆集團可以設計得這麼完美 那趙雅呢點點頭 這位男士那是M國哈佛大學畢業 在軟件開發這一行都有點名氣 他說他真的開發得好 趙雅當然相信啦 反而葉謙他就有點劣了 想不到Jack兩個小時弄出來就搞定 他們就眨不住口 不過都不是完全是Jack的中工腦 畢竟其他工作已經前期搞好 現在是公黑最後一個難關 那對於自己身邊的被輸身的手過去 軟件好自覺地從隨行的包包裡邊 落出早就已經拘定好的合同啊那些 那遞到他照顔手上 照顔接觸一份合同 然後他就說了 蘇總 這裏是我們的合同 你看一下 如果沒什麼問題的話 就可以在這裏簽名的了 曹洪樂和曹如亮 看到呆了 他們明明是見到正說趙雅很不情願的 那為什麼突然間又肯簽約呢 曹洪樂就有點激動了 按耐不住就問 趙總啊 你覺得我應該問過你才簽約嗎 躺在他身上 曹洪樂都意識到自己說錯話 立刻呢 臉都紅了 蘇眉的臉色都很難看 有點生氣的 這樣挖了曹洪樂一眼 那後者就很羞愧地轉臉 看都不敢看蘇眉 那趙雅呢 也感覺到四海集團內部是有分歧的 蘇眉和曹洪樂 擺明是不妥的 曹洪樂很方塞塞 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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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眉 看完合同的內容 就簽名 接著遞到趙雅那裏就說 多謝趙總 希望我們以後合作愉快 趙雅點點頭 態度有點冷漠 我建議蘇總理 都是要加強一下公司內部的管理 我似乎感覺到 貴公司的內部有些不穩定 你都知道的 我們摩爾集團是世界前二十強的企業 所以我希望你們公司 不要因為內部的問題 影響到我們兩個之間的合作 蘇眉立刻就說 不會不會 趙總理你放心吧 肯定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合作 趙雅又點點頭 看著葉謙就問 對了蘇總 請問這位先生是 蘇眉她就打個凸 她不明白趙雅為何會留意到葉謙 由始至終葉謙都沒有出過聲 即是咳過一聲而已 難道趙雅對葉謙她一見鍾情 不過出於禮貌了 蘇眉都會繼續介紹 這位是我的助理葉謙 本作品由鴻達爾泰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脈007 米小蝦梁柏柏喬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四百一十四集 趙雅就呱了一聲之後 就帶點換味就看著葉謙問 蛤 葉先生 我們兩個之前是不是在哪裡見過呢 葉謙呢 即刻飆了冷汗 趙雅的壞妹擺明在那裡忍自己 咳咳咳 乾笑兩聲 就沒有什麼回應 其他人都看得很忘言 尤其是蘇眉和曹玉 葉謙說自己是保安 蘇眉都懷疑 但是都查不到她什麼真正身份 但沒理由可以認識到這位 剛剛上任沒多久的摩爾集團 亞洲區執行總裁CEO 曹玉良就更加不解 但是在她眼中 葉謙就是一個吃軟飯的小白臉 怎麼可能會認識到趙雅這些高級的人員呢 那趙雅就問了 葉先生 你總共有空嗎 我們一起吃個眼吧 哦 好 好 啊 這次呢 真是被趙雅惹化到她有點可笑不得 蘇眉壯而挖 難道趙雅真是一見鍾情 心裡邊呢 竟然有點喝醋 有時女孩子的佔有肉 是會比男人更厲害的 雖然蘇眉很清楚 她都不是真的很喜歡葉謙 不過對她有好感而已 有她在身邊就覺得 嗯 安全 是一個能夠聽自己訴說的人 但是聽到趙雅這麼直白就 去約葉謙 心裡邊難免有點不時未夷 那趙雅轉頭就問蘇眉 蘇總 你有沒有時間啊 不如我們一起啊 蘇眉都很爽快啊 認得 哦 哦 好啊 我是應該請蘇總來吃飯的 不過葉謙就覺得 隱隱然好像有點火藥味 尷尬得來有點不知所措 因為她清楚記得 當初秦月和黃宇見面 兩個女人之間的戰爭 就不是飆漢那麼簡單 被兩個男人之間的鬥爭 充滿火雀味 看一看徐行的同事趙雅就說了 這裡沒什麼事的了 你們先回去吧 哪有人敢反對啊 馬上就嗷了聲 就離開了 那曹雄樂都急著站起來 啊 那我送各位一程呢 其實 她想怎樣就很明顯的了 應該是從那些人口中呢 就打探了消息 又或者想著做一些線風點火的事 那趙雅都沒出聲 她知道那幫同事今天和自己一起來 絕對不敢在外面收受利益 畢竟摩爾集團的福利待遇這麼好 她們不會為了那小小好處 當然我份工都沒有了 那趙雅呢就站起來 就說了 不如我們都走了 哈 之前我都沒來過TW 不知道這裡有什麼特色餐飲呢 哦 啊 蘇總是TW本地人 她說是 那趙雅就扮得很驚訝的了 就問 那葉先生你不是本地人嗎 我不是 你不要笑我 咦 聽到葉謙這麼說 蘇薇真是仿然大悟 她們兩個真是認識的 而且還很熟 那蘇薇對葉謙的真正身份 就更加迷惑了 趙雅就瞄一瞄葉謙 沒有再理她 直接就走去電梯 蘇薇經過葉謙身邊 都翻了個白眼 搞到她真是 哭笑不得 拎著頭一樣 就跟過去了 一路上大家都沒有說話 蘇薇就載她們兩個 來那間高級的餐廳 要了一間包奸 三個人會坐下 那點送這些東西 當然是交給葉謙做 因為蘇薇覺得 既然葉謙和趙艾認識的 應該都知道她口味的 而且蘇薇都感覺到 趙雅之所以答應和四海集團合作 可能真是避免葉謙 葉謙就不斷點幾道菜 就問了 兩位女士有什麼商要呢 兩位女士都另頭說沒有什麼需要 葉謙先把菜牌遞回給這個服務員 服務員就說 我拍一聲之後就出去了 好我出去了 就出去了 趙雅看一看蘇薇 然後就看著葉謙就說 喂 還不介紹一下 蛤 介紹 你們不是認識的了嗎 這位是四海集團董事長蘇薇 葉謙就被趙雅的這些話術 搞到 不知頭不知腦了 他是想不到趙雅是什麼意思 但是蘇薇就反應過來了 這一方面 女生怎麼都比男生敏感的 即使趙雅是摩爾集團亞洲區的總裁 那按道理 為了四海集團利益 蘇薇應該要巴結和拉攏她 但是女人是不認輸的 那只見蘇薇 好自然地靠近葉謙那邊 然後呢 就翹起她的手就說 我是她的女朋友啊 趙總理以前都認識葉謙的 嘩 擺到明挑機而已 聽到葉謙呢 整個嘔吐了 她用驚訝的眼神 就看著蘇薇 趙雅呢 臉都有點難看了 開始焦了 眼神當中竟然浮現出一絲的落幕 這麼辛苦 走出來外國做什麼啊 就是想有一天成為 可以幫到 輔助到葉謙的女人而已 她現在事業是成功 做到摩爾集團亞洲區執行總裁 其中有很多苦劫與無奈 但是 照說開不了 靠讓她知道 但是現在呢 葉謙似乎 早就已經把自己拋住牢後 半年就換新女 你說 怎麼會不心說啊 那趙雅 就看著葉謙 帶著些許期待就問了 女朋友? 是不是真的? 那葉謙就尷尬一點 拼開蘇薇的手 哈哈 阿姨也有說 不是這樣的 你記得 臨走的時候 有封信嗎? 我一直都 維持著 還有啊 我都為我們的故事寫了一首詩 紀念我們曾經的一切 當初你無聲無聲離開了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擔心你? 甚至打算 要去找你的 但是你知道 你的個性 其實我都了解 你決定了要做的事 任何人都改變不到你 所以我就壓抑自己的心情 對了 這半年 你覺得好不好? 本作品 由鴻達爾泰 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 樂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脈 007 米小蝦 梁柏 梁柏喬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四百一十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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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蘇薇的面口又變得開始有點難看了 心裡心裡有點失落 女人有時跟男人一樣 佔有欲很強烈 即使蘇薇現在對葉謙並不是那麼濃烈的愛意 但是聽到葉謙這麼說 難免有點失落與傷心 趙雅的面口都變一變 眼神裡面充滿了感動與快樂 開始忍不住又打冷陣 你還有保留我給你的那封信? 啊 保留的 經常都拿出來看 趙雅就問 那歌手詩呢? 你寫給我的歌手詩 你還記不記得嗎? 那你讀出來給我聽 啊? 現在讀出來? 啊 嗯 咦? 不肯呀 我現在肯定要聽呀 那趙雅一路說 一路秒秒鬆眉 眼神裡面呢 就帶著挑釁的 女人之間的戰爭 真是搞到男人相當鬱悶 充滿燒煙 但是沒有戰火的暗鬥 變男人之間那種 納起的三袖 拿起一張椅子 大打出手 更加令人恐懼 啊 好了 我讀出來 柔柔佛雲 萬里蒼茫 何處覓清音 夢裡幾度憑難忘 高流獨矣 孤身忘聲 東風未落 扶搖上九天 欲換飛燕喜舞 敢叫仙女 最凡凡 最凡 唱美景如此 應是南阿夢一場 殘魂墮淚 碧樹條箱 幾世相亡 今生幾多奢求 何處輝回 無限囚窗 待長刀劃破 蒼茫 蒼茫 此生無伴 落幕憂傷 孤影無助 天涯 何處長 嘩 不單止 聽著有聲書的你 連照額 鬚眉 都聽到牛 葉謙竟然寫得出 如此 情真義切的詩詞 整首詩詞裡邊 吻含的詩念 愁悵 難以割寫 是 感動到令人 從文字當中 就觸摸得到 眼淚 不單止在心裡流 照額是 鬚眉 都是 已經哭成女人 葉謙都想不到 這一首詞 竟然有這麼強大的殺傷力 或者 只有真是 經歷過這種分離痛苦的人 才得到 當中的情真義切 照額按耐不住了 他撲入葉謙懷中湊入 一路咸一路在陣 既是開心 亦是喜悅 證明他自己這半年來的努力 這半年來的奮鬥 這半年來遭受的委屈 沒有白費 眼前這個男人 終於可以拋開一切 接受自己 他不理得那麼多了 他不理葉謙 是不是還有其他女人 只要他能夠守候著 在葉謙身邊 便宜足夠 蘇眉的表情 亦都變得異常 頹喪和失落 或者 葉謙說得對 的確是 有很多女朋友 但蘇眉聽完這一首詞 亦都能夠真切地感覺到 葉謙對那些女生 個個都是認真 個個都有付出自己的真感情 在蘇眉心裡邊 都肖然發生變化 他見到趙雅 撲入葉謙懷中 忍不住就想 如果 是他自己有多好呢 他無助 彷徨 甚至 想像自己 如果擁有 這個壯闊的胸膛 也都可以倚靠他的肩膀 那多好呢 不過 葉謙不知為什麼 他覺得趙雅身上 和以前不同了 少了些東西 又多了些東西 多了一些冰冷 因為他的手是冷的 想了很久都不明白 可能趙雅這段時間都沒有安全感 所以才這樣 那這頓飯 氣氛 吃吃吃吃都有點尷尬 即使趙雅很溫柔細心地夾送給葉謙 突然自己 言良熟德 但是因為蘇薇在旁邊 表情落幕 所以 都是怪怪的 那自然是蘇薇埋單 離開了餐廳 趙雅就牽著葉謙的手就問 阿謙阿謙 你現在住在哪 悠姐姐和可宜姐姐他們兩個 是不是都來了TW 聽到這個問題 葉謙就打個打 然後就回答 秦月去了山區知教 不知道什麼時候回 胡可現在在TW 不過 我暫時不想讓胡可知道我是TW 也不想讓其他人知道 這次來TW有重要任務 那趙亞你怎樣點頭 那我現在去你家 我要去看看你的狗鬥 蘇薇在旁邊終於忍不住了 不行 那葉軒不明白為什麼蘇薇突然這麼激動 但是趙亞就心水清了 喝醋了 喂 我現在去我男朋友家 你憑什麼話不行 那蘇薇就說 他現在是我的奴隸 我要他現在陪我去逛街 葉軒就在旁邊騎騎笑 趙亞就很驚訝地看著葉軒 什麼 奴隸? 他不明白葉軒什麼時候變了 蘇薇的奴隸獸 奴隸獸 又說助理 自不至於搞得變奴隸獸 這樣這麼激鬥 蛤 你叫阿軒做你的奴隸? 你究竟知不知道他是什麼身份? 葉軒就有點尷尬回答 啊 呃 雅兒 因為我 跟他打球的時候就輸到 我輸了就做他一個月奴隸獸 要 按招36小時 本作品由紅達以太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樂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麥 凌凌親 米小蝦 梁柏翹 啊 以後才慢慢解釋 好不好? 哎 那大家 女生來的嘛 雙敬雙愛 雙敬雙愛 那趙雅和蘇薇就對望一眼 大家兇了一聲 就轉頭 哇 這個畫面好像在拍戲一樣 那蘇薇呢 就拔起葉軒的手就說了 走吧 上車 陪我去逛街啊 不行啊 今天他要陪我啊 那趙雅很用力地拉回葉軒去自己這一邊 就是這樣 被兩條女兒拔來拔去 哎呀 好啦 喂 這裡有一間店 賣刀啊 不如你們去買一把刀 把我一開二啦 好不好? 啊 講到這裡了 兩個女生看來真是有牙齒印 互不相讓 葉軒他有一種好像被人拔開的感覺 這個時候就有一輛的士在他們三個面前停下來 司機呢 就下車 打算走過去吃東西 葉軒立刻呢 爭脫兩個女生走過去就說了 哎 老吾 怎麼你都在這裡呢 一邊說 就一邊單眼 搞到那個司機以為撞到個癡善路 很亡言 趙雅和蘇薇都很亡言 但是因為看不到葉軒的表情 就以為他真的撞到friend 葉軒一邊說 一邊抱著呢 就是 司機的肩膀就說了 喂 老吾 長時間老師啊 哦 最近在哪裡發達啊 兄弟 幫幫忙 扮friend 扮friend 跟著搭我走 我給錢你 那司機呢 就轉頭看一看葉軒身邊的蘇薇和趙雅就明白了 哦 沒什麼 哪有發財啊 啊 炸的屎啊 打份牛工啊 你哪有發財啊 哦 我啊 我這陣子夠溜溜啦 沒什麼做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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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